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釋出多重調整先兆 5名軍工高官進政治局 揭秘間諜氣球真身 中共上鎖擋不住 最後是阿波羅網報導 必要時對中共動武 基辛格拋棄中共 大逆轉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2日 星期天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暗指彭麗媛一句話引很多聯想 中共慘了 間諜氣球有效何在 被發現幾乎完好無損 有炸藥 美媒披露迄今為止 中國氣球更多細節 打下間諜氣球 美共關係與前景也呈螺旋式下降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您的支持 祝您週末愉快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釋出多重調整先兆 5名軍工高官進政治局 中共在2022年10月的20大黨代會上 有5名具有軍工背景的官員被提拔進入政治局 華裔學者吳國光解讀習近平提拔這5名年輕官員的背後考量與未來政策方向 政治局是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共24名委員 值得注意的是 與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 相比 被提拔的這5名軍工背景官員的年齡相對年輕 他們的平均年齡為59.6歲 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64.5歲 小5歲 意味著 他們代表中共領導層中的新一代 美國智庫亞洲學會研究員吳國光2月的最新報告 將這5名官員稱為軍工五人幫或簡稱五人幫 分別是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 遼寧省委書記張國青 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 新疆自治區區委書記馬興瑞 以及山東省委書記李幹傑 吳國光表示 中國的軍工系統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制度安排 反映了習近平喜歡的治理模式 在過去10年和他在黨的二十大上宣布的政策綱領中 習近平治理模式都很明顯 有一個突出的主題是 馴服 駕馭和控制市場力量 使他們為中共的最大利益服務 保持其對中國公權力的壟斷 自上世紀70年代末 將市場機制引入中國以來 中國經濟取得顯著增長 但也同時帶來了破壞中共政治專制的風險 相比之下 軍工部門似乎是一個黨國控制和市場活動成功結合的領域 10家中共軍工企業是全球市場上最大的公司之一 同時也是中共黨國的關鍵資產 在獲得晉升的五人幫中 馬興瑞曾任中國航廷科技集團總經理 袁家軍曾任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副總經理 張國青則曾任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總經理 另一名政治局委員陝西書記劉國中也是軍工出身 他在華東工程學院炮彈系畢業後 曾進入中國第一所航空炸彈製造工廠工作 李幹傑則是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核反應堆工程與安全專業畢業 曾在國家核安全局以及環保局工作 張國青和劉國中有望進入下一屆國務院領導層 監督工業經濟和農村發展 根據吳國光的觀察 習近平顯然希望這些人將他們的軍工經驗運用到中國經濟的重塑中去 同時倡導更強大的國家主義框架和企業市場經濟的成功 此外 提拔這麼多軍工技術官僚也是習近平調整對外關係的先兆 吳國光指出 這一現實以及軍工技術官僚在中共統治中的普遍崛起 對中國的對外關係構成了重大影響 尤其是在中美兩國技術競爭升級的情況下 吳國光表示 對中共領導人來說 國家自力更生和從外國獲得中國需要的東西並不一定相互排斥 底線是水保留控制權 習近平認為 只要中共黨國處於控制地位 外國的資源就可以被吸收到整個國家的資源調動和集中系統中 因為軍工部門是一個完全國有的 國家管理的和國家領導的部門 吳國光說 雖然其工程管理人員擁有先進的教育 良好的科學知識和豐富的企業經驗 但他們首先是中共的幹部 吳國光說 習近平寄望這些官員將其在軍工部門積累的新全國模式經驗 與他在二十大上發表的更廣泛的中國未來藍圖保持一致 目前 軍工技術官僚在中共政治中的定位表明 他們的崛起將至少持續5年 這會對中國精英政治和其他方面產生變革性影響 揭秘間諜氣球真身 中共上鎖擋不住 綜合呂理師於9號與10號臉書上發文表示 透過早前的研究論文集中 發現中共於2011年起便已就浮空氣的研究展開研討會 題目是浮空氣平臺在獄警監視領域應用研究 與摘要中更提及有關平流層飛艇對臨近空間的獄警監視 呂理師分析 飛越美國的間諜浮空氣便是文中的平流層飛行艇 而預警監視 似乎便是該浮空氣的目的之一 至於為什麼最符合中共間諜氣球的稱謂應該是浮空氣而非氣球 呂理師今日再貼文補充 間諜氣球測試不是球形的 論文中有提供構型及下層載體的結構圖說 不但描繪了浮空氣的外形 更提供了浮空氣組件的資訊 浮空氣的電力來自其上方的太陽能板陣列 而其高度及方向的改變 則是透過閥門及螺旋槳控制 呂理師最後提到 當他在研究相關文獻時 中共已幾乎將有關論文上鎖 中共的行為可算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但事情的真相 待美方打撈及調查行動完成後 便自由分曉 必要時對中共動武!基辛格拋棄中共 大逆轉! 阿波羅網方尋報導 近日大陸有些公眾號說 基辛格最新發布的演講指出 三大危險或徹底壓垮美國 點名指責中共挑戰國際秩序 甚至還暗示必要時可以對中共動武 在此 僅舉一例在網易發表的公共號文中 文中說2月6日 基辛格出席紀念美國里根112週年誕辰的活動 活動中發表了一場有關美國力量的演說 暗示必要時可以對中共動武 文中指出 在談到美國當前面臨的局勢時 基辛格以頗有恨鐵不成鋼的語氣說道 我們遭受國內分裂和國際混亂 發現很難在國內凝聚起必要的力量來面對眼前的挑戰 美國將無法承受孤立自己的後果 文中敘述 基辛格還重點提到了美國可能被三大威脅壓垮 分別是中共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的戰爭 以及中東局勢 這三大威脅也對應了一直以來美國的三個戰略方向 分別是控制中東 打壓俄羅斯 以及震懾中共 文中強調 基辛格呼籲美國團結盟友 宣稱美國需要在實質上和思想上強大起來 以保護世界秩序 甚至著重強調 如果必要的話使用武力 我們用英文的基辛格 里根 生日 以及中國 都沒有收到相關報導 美國媒體有報導說 基辛格擔憂俄國 還有報導說 基辛格提到俄國 中國的野心和中東的動盪說 當今時刻 需要一個像里根總統一樣強硬的領導人 還有中國公眾號文章說 這條新聞來源是今日俄羅斯 還有說報導日前是2月6日 今日俄羅斯 其實它就是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前身 阿波羅網記者在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用基辛格搜索一週內最新的新聞 結果只有一條 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證實以上文中是假新聞 感謝您的支持 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